房委會最新公佈,公屋輪候的時間已經突破新高到5.5年 在此,我們公聯會作出以下的回應 首先,對於新高5.5年,反映了公屋供應的確是滯後的 其實我們也知道,由於這個數字,這個平均數字是一些配了房子的申請者的實際數字 我們形容為一個冰山,一個海中的冰山 即是說,它浮了面子的,是5.5年 但其實,真正正正正在輪候的人士,超過3年,超過5.5年 我們相信是大有人在,即是在海底裡面的冰山 事實上,日後,無論公屋供應的速度是怎樣都好 這個數字只會進一步上升 因為我們,其實我在早兩年,在房委會都已經預告了 另外,就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呢? 首先,大家要看回,在過去幾年,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圖表 在過去幾年,每年的公屋供應,和它每年的新增申請者的數量,都是有負數的差距 即是說什麼呢?即是說,如果跟回我們現在的公屋供應量,和它那個新申請者比一比,新申請的數字永遠都多過供應的數字 即是說,這條公屋的長龍,只會越來越長,就不會越來越短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提出,要將公營房屋的比例,由六四改到七三呢? 這個第一,另外第二,就是縱市改了這個偏配比例也好 但是呢,應該這樣說,應該就算我們要求更改了這個公屋形的建屋比例也好 但是呢,大家要留意,重點在落實 即是說,看過去三年,和未來五年的公屋供應量,只是每年大概14000左右 但是其實我們每年,長拆的目標是二萬個公屋單位 即是說,在未達標的情況下,如果由六四改到七三呢? 現在仍然,仍然,都不等於一定夠,因為實質的落實數字未追到 所以我們要求呢,政府必須要有一個清晰的供應數字 在未來短期內,怎樣追回這些差額 那同時間呢,我們認為,在短時間內,政府未能夠追回公屋供應的時候呢 必須要考慮幾點,第一,就是過渡性房屋的供應 應該盡力去增加這個過渡性房屋 解決或者減輕部分租金櫃,和住在不適時住房的租金壓力的幫助 那另外第二呢,就是必須要對於輪候冊上 即是等候超過三年的申請者,應該要提供一個租金援助 那當然,我們之前提過三館齊下的要有租金援助 租管,和物業空置稅 那其實呢,那個租金津貼呢,大家就說,會不會 是益了業主,或者幫不到那個住客 我在這必須要強調呢,租金津貼呢,其實除了 是舒緩一些劏房戶的租金壓力之外呢,其實也是給政府壓力 因為如果他追不到這個三年上樓的目標的話呢,他要付出額外的財政代價 這個是對政府最好的制衡 如果沒有這個租金津貼的話呢,政府仍然都是用現在的態度 就是我遲些給你,遲些給你,遲些給你,遲些給你 遲到什麼時候呢?由於他沒有一個實質的成本的增加呢? 我擔心呢,政府在撥地,興建公屋那個決心呢,是不足的 所以呢,我就提出,必須要加強過度性房屋的安排,和設立這個租金津貼的計劃 應該是租金津貼的計劃,是的 好,看一下有沒有提問 好,如果沒有的話,謝謝你 OK,好 OK,好 好,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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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